我们从历史角度来讲 这个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呀 是小平同志确立的 是在改革之初确立的 它有一定的针对性 针对性是什么呢 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呢 我们基本上认定的 就是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 是战争与革命 就是列宁那个 列宁就认为资本主义 不断发展自由资本主义 垄断资本主义 然后国家资本主义 然后呢 这个最高形态就是帝国主义 然后它认为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 然后人类处在战争与革命的阶段 战争会引发革命 革命来制止战争 这是列宁主义的一套东西 然后我们建国以后很长时间 是用那个东西来看世界的 那么这个东西呢 对于改革开放是不利的 老想了战争与革命 那怎么搞改革开放呢 所以呢 改革开放之初 小平同志提出来的 是把这个时代主义定义为 和平发展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发展呢 是人类社会一直的要求 那怎么发展一直是有争论的 然后呢 和平呢 也是一直大家都有的要求 但坦率讲 到目前为止 人类就没有和平过 或者相对来讲吧 就是和平呢 都是很脆弱 那就是和平时期战争也不断了 这个 那像今天我们做的聊天的时候 俄乌正在打呢 巴义正在打呢 对不对 这个 总之呢 就是 关于这个世界的这个主题 是和平发展啊 一定要知道 它有个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 为改革开放服务的 外面是怎么样的啊 是单说 这个 但近些年呢 你看中央文件就不怎么说 不怎么说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么近些年 写出的多的就是 世界进入到了百年 未有时大变局 这个 所以 我觉得 目前对世界的判断 就是百年变局吧 和平发展 那么这个判断 目前应该讲 是 也没有放弃 中央从来没有否定它 那现在 我看主导的看法 就是世界进入到了百年 未有时大变局 而且我是反 很多地方反复讲过 大家不要机械的 一听啊 百年变局 就是算一百年 那是很机械的 那是书呆子嘛 实际上是五百年 未有这大变局 就从地理大发现开始